汪峰唱再也没有夺冠 永斌,感谢偶像唱我的歌 为本级湖南卫视歌手的首发阵容 汪峰终于在第87终极体管赛上首次夺冠 比赛当晚他演唱的热门网络歌曲再也没有来自内地原创音乐人永斌 我一直喜欢汪峰老师的歌曲,很开心,偶像唱了我的歌 对于再也没有受到大众关注一事,永斌表现得非常谦虚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就火了,很多网友都想知道这首歌是怎么写出来的 有的人甚至问我为什么写这样一首虐心的歌曲 偶像翻唱,很意外 作为再也没有的原唱和原创 永斌称自己做梦也没想到汪峰会选择翻唱这首歌 并且在歌手的赛场夺得州冠军 此前,东方卫视片蓝之战节目中有人翻唱了再也没有 汪峰是当时的导师,有可能他是在那次对这首歌有了印象 而当得知汪峰要在歌手中亲自演唱这首歌时 永斌格外激动 我一直喜欢汪峰老师的歌曲 平时在KTV里也经常演唱他的春天里,存在 我很开心,因为我的偶像唱了我的歌 他说歌手播出的那个晚上 自己手在电视机前紧张得要死 手心里全是汗 汪峰对这首歌的改编也给永斌带来了全新的灵感 特别是其中加进了古争乐器 那种中国风听起来很有味道 他的二度创作对我未来音乐创作一定会产生不小的影响 网友评论 网友评论 很感动 再也没有是一首R和B风格的情歌 永斌称自己两年前和女友生气吵架甚至闹到要分手 当时的那股子情绪上来 无味杂陈的情感汇成了一种感觉 于是就有了这首R和B风格的情歌 其实 这首歌写完之后 就把它放起来了 直到后来进入现在所在的音乐唱牌 独一不二 才被翻箱底儿拿出来 公司老板和同事们都很喜欢 这首歌 去年六月 永斌和女歌手杨老三连妹演绎了这首歌 当时真的没想到这首歌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 网上评论不是随声附和的恭维 而是在讲述听着自己的故事 很真是很感人 行业关注 很大胆 永斌目前所在的独一不二 奥牛唱牌 当年起步时就是志同道合的四五个人 大家怀着共同的理想走到一起 2017年4月 凤凤娃娱乐对这个厂牌进行了天使投资 那时候 我们只发行了三首单曲 也都没火 今天回头看看 凤凰娱乐的投资很大胆 高瞻远主 我们很感谢他们的支持 永斌 永斌目前正在筹备首张专辑 有以前自己写的老歌 也有最近创作的新歌 其中收录的歌曲应该不仅仅局限在R和B风格 永斌 永斌称在音乐创作的时候 其他不同风格与门类的音乐会给他很多营养 好的音乐就像是制作料理 并不是所有的好东西都能做出好吃的食物 有时候 音乐创作也像是制作香水 把香的东西和味道结然相反的东西混在一起 反而是沁人心脾的香味 这个过程 很有意思 转自大众网 编辑 焦灵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